另外华林施工所在台风前夕 也针对了辖内重点区域 进行了清沟以及修术的作业 30号一早持续针对容易长逆油污 影响排水的民国路美食街进行清沟作业 另外也加紧脚步修剪路数 以增强树木抵抗风雨的能力 降低台风所造成的灾害发生 华林施工所清洁队在山土耳台风来临之际 加紧脚步针对辖内重点区域进行清沟 以及修术作业 30号一早持续针对容易长逆油污 影响排水的民国路美食街进行清沟 也针对台风的外围环流恐怕伴随长风豪雨 造成树木倾倒或断枝所造成公共危险等情形 进行树木修剪枕枝或是加固措施 在上礼拜我们得知到台风的这个部分 那就跟我们同仁说请在重要的一个路段 请他们赶快修剪一下我们的树木 其实我们持续都在平常就有在维护保养的这个部分 尤其是在凯米那时候 其实很多的花莲的大树都倒塌了 所以这次我们在上礼拜就持续的不断的在修剪 比较大 那也希望说减轻它的雨水跟载到我们叶子上的一个重量 市长魏家殿也呼吁民众应该要及早做好防台的措施 并且提醒市民在台风期间请勿将车辆停在树下 避免遭到断枝树木损伤或压毁 若在户外发现路数倾倒情形时 可上花莲市爆马载系统通报 施工所会尽速派专人来前往处理 记者徐立琴花莲市采访报道